戴智英生涯最艰难的逆转是哪一战 有人会说马来西亚中逆转马林 有人会认为刚刚结束的印尼赛逆转陈玉飞 但其实要论艰难 2019年新加坡公开赛半决赛 面对朝气蓬勃的三口气 戴智英可谓从第一局被压制到第三局 但他却冷静的可怕完成了离席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关键时刻的戴智英 到底有多大新造 第一局比赛三口气的状态可谓是非常出色 连续凭借控球的落点优势 打的小带都有点招架不住 最后随着小带出界十五三口的欠 21比15成功拿下第一局 当然第二局的三口气的状态依然火热 后场的杀追射 然后立马放我 就是李仁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第二排立马就到了 小带自己也在失误 要不是一个失误 确实这个失误真的蛮多的 三口气是越打越积极 就是拉开枪式来进攻 后场有机会 我就直接来突击里 戴智英还是出界 第二局比赛基本上都还在收 还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 像这种球竟然能杀的如此偏 在旁边的教练都忍不住提醒一下 得冷静一点了 小带是冷静下来 但是三口气这个勾对角太极限了呀 前往 终于抢到了一排 这个往前几乎送分球也收 但仅是丢掉了四个赛点 估计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比赛就要终止了 但是只有大心脏的小带绝不复苏 先是一个杀直线 这一次没有追求特别极限的落点 但是依然能够得分 三口气也失误了 戴智英连追两分 又是一个失误 三口气也在给戴智英机会 好球啊 这个推后场直接缓过了三口气 20比20 最平的比分 此时在这里内心依然非常的平静 这个反拍 炒得有点大了 三口气又拿到赛点 这一下反拍就打到了 连球五个赛点 又追平了 还是这一招连续打落点 三口气刚回过来 立马又打过去 这就顶不住了 这几个球简直在细耍三口气 而且戴智英是没有任何表情的 这种时刻是非常恐怖的 又是一个假动作推后场 戴智英凭借自己的假动作 连连得受 立马拿下这一局 但是决战军的比赛 可没有立马连和陈宇飞那样 上来就有优势 而是又是11比15了后 这个时候戴智英 又得开启追风模式了 戴智英又是这个假动作推后场 这一招得了太多的分 批杀对角也能拿分 这个时候真的太伤势气了 但是三口气自己送一个 三口气连连连失误 连续三个手这一下就崩盘了 又一个突进 连续四个失误啊 带智英来一个大角度的勾头脚 20比17拿到赛点 最后三口气连连失误 戴智英直接逆转拿下比赛 从第一局开始 戴智英就一直处于被动 但是他的表现异常的冷静 哪怕赢球都没有激动 或许在他的心中 赢下这场比赛是理所应当的事 因为这场比赛不是决赛 所以知名度没有对着马连那一战那么高 但是从难度两局逆转的分数来看 我觉得这就是戴智英 生涯最艰难的逆转 你们觉得呢 这就是戴智英来的